当你买股票升的时候 你的损失是永远不会超过你本金的 例如你用100美元投资美股 就算公司倒闭 你最多输了100美元 如果你看淡它 最多不买 但不知为什么你看淡它 还要short它的话 即是沽空 你的潜在损失就无限了 先给你一个例子 如果你用100美元沽空了Tesla 就算股价跌一线 你最多也只会赚到一倍 但是当价格升到1000美元的时候 你就要给1000美元 偶突出来才可以平到100美元的仓 欢迎收看《师傅实践日》 继续和大家实践投资理论和投资哲学 最近美股跌到怀疑人生 S&P500指数由年初到现在跌了25% 有人就立即会问 一早沽空美股买跌的话 现在就赚到笑 你们还在对冲屎波 没错 如果这段时间你懂得并且有做胆 当然是怎样 不过多数人都是说 如果我有做 事实上是非常现实的 看就容易做就难 像打篮球那样 你叫Stephan Curry 随便抛过4都入 怎样转身跳起 假动作出手 再拼买犯规 中间技术含量极高 我们都是说回投资 跌市买跌比升市买升 是完全两个不同世界 靠买跌赚大钱比上最终 其实是难的 上了新闻的跌市股神 其实也有机会是行传斜偏差 剩下99%买跌的人 都说得脱了 放在一边哭 那你又知不知道呢 其实今天的问题 逢着跌市都收到一堆的查询 大家会问 喂师傅 看回头 你是这个和这个位置买了跌格 但为什么用来做对冲这么浪败呢 你不拿着美股 不拿着货 纯粹买跌 现在就赚大钱了 如果有相同疑问的话 今集影片一定要看到最后 我会一次过总结了四个原因 为什么买跌沽空 是输多赢少 高难度动作 那你就会知道 为什么我们跌市这么少去买跌 首先开始前 记得多保守给个赞 如果你看到这条影片 喜欢的话 记得分开这条影片 给需要的朋友去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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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不同平台 分享如何以理财 股票房地产投资 税务安排 达着财务自由 我又负债80万到拥有超过1亿资产 38岁就决定财务自由 我认为投资是不需要牺牲时间的 做到财富增值而不影响生活 这样才是投资的 想学深入一点的 记得订阅MTV 附庸电视和直播分析 新生朋友可能不知道什么是沽空的 股票和指数都可以买跌的吗 在这里先简单解释一下 当投资者不看好一间公司或指数 你认为一间公司或指数的价格会下跌 就可以用高价卖出这个资产 这个动作是不需要你本身持有这个资产 也可以做到的 入面券商会借出这个资产给你 等价格跌到差不多 你再低位就买回 还回券商 平仓 零仓归位 这样就赚钱了 亚洲有些地区会叫沽空 做空、做淡 其实都是说同一件事 沽空难度是高的 要长期赚钱并不容易 所以对大部分投资者来说 买跌是一种没什么安全感的操作方式 现在立刻跟大家说 四个原因为什么买跌是输多赢少 第一,沽空最简单而根本问题是 潜在的利润是有限 损失是无限的 试想一下 当你买一只股票升的时候 你的损失永远不会超过你本金的 对不对? 例如你用100美元投资美股 就算公司倒闭 你最多就输了100美元而已 但是如果一只股票升 可能升到200美元、500美元 好像Tesla那样 未够两年时间 股价由100美元升到1200美元 倒是,如果你看中买Tesla的 你买升潜在回报 理论上是没有上限的 如果你看淡它 最多不买而已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你看淡它 还要短它的话 就是沽空 你的潜在损失就无限了 先给你一个例子 如果你用100美元沽空了Tesla 就算股价跌一线 你最多都只是会赚到一倍 但是当价格升到1000美元的时候 你就要给回1000美元 偶突出来才可以平到100美元的仓 最后你倒输900美元 而且沽空股票的成本 比买升是多了一大截的 因为沽空过程里面 你借了别人的股票 除了要付交易集费之外 还要付利息的券相 就好像你向银行借钱要付利息 还有,在沽空过程里面 股票原本应该收到股息分红 你也要付回券相 股票买跌首先在游戏机制上已经输了 这个是基本数学 试幻想一下 如果把赌台一开始的赌局设定了 你赢钱是有上限的 输钱可以无限的 你也不会坐下去了嘛 第二,股市长久以来 升的时间和升的价格都比跌的多很多 无论是长还是深 都是 自从2008年金融海啸到现在 S&P500升了600% 另一个我们喜欢的指数 得指也升了400% 日经指数也升了300% 每个国家为了刺激经济 出尽量化宽松和超低利率的政策 定期存款利息足够喝杯茶 真是茶只一杯 所以投资者将钱转移到股市上 照经济发展一一不停 股市长期趋势 都是大过跌的趋势 看看数据 2008年至2021年 14年的美股期间 只有三次的跌市超过20% 而且未试过连续两年 抹着下跌 这段升市占了近八成至九成的时间 还有平均 平均每年有12%的升幅 但是中华股票14年里面 只有五年下跌 升市接了七成的时间 每年平均都有7%的升幅 就连GDP增长慢的日本 都只有四年下跌 升市接了70%的时间 而新兴市场的股票 涉及一些经济实力比较薄弱的 比如工业化国家 例如巴西、墨西哥、阿根廷 虽然这些股票14年来 有一半时间都是在下跌 但是平均跌幅只是15% 而升市的七年平均升幅有28% 就算升跌市时间是五波 价格也是跌少升多的 股市升跌的几率 有数据给你看 不是50、50的 而是升多跌少的 所以股票买跌的 胜率自然是低一点 是不是很合理呢? 就好像一份试卷问你 什么季节比较多余 在纪律上你明知是夏天的 难道你总是要回答冬天才行吗? 那你预算是不合格的 第三 股市升跌速度是不一样的 跌的时候是快很多的 升的时候是慢很多的 为什么买跌的操作比较不利 为什么跌市比升市快呢? 其实跌市比升市快 是与投资者的心态有关的 在升市赚钱的时候 来想一下正常人也有理智 到了位置 take少许 profit 回调位置漂亮又价格 所以升市通常都慢慢稳定上升 就好像风平浪静的时候 沙滩游下水 累一会坐下休息 你冷静的时候 那个人不会快的 是慢的 但是 整个大浪在掩盖下来的时候 威胁到这个时候 什么怪念头都出来了 你幻想有只水怪会出现 然后鲨鱼咬你脚趾尾 走了才算 那你不会用贵速油上岸的 你会像闪电盒般 喘息的仓上岸的 跌市都是一样的 油站变蚀的时候 就好像有个人 握着把刀砍你那样 大家都害怕 一定要携着救生艇 要钱就不要货 就形成恐慌性抛售 跌市一定比升市快的 我们做了一个统计 找回S&P500指数出现20%以上的波幅 比较升和跌的时间会差多远 例如1963年至66年期间 S&P由72到94 用了26个月的时间 但是由94元下回72 只是用了8个月的时间 又例如2003年至08年 S&P500指数由800点升到1600点 用了55个月的时间 但是反过来 由1600点到800点 只是用了13个月的时间 一年多一点时间 已经蒸发了前面五年的升幅了 买股票买得久的你 你也知道 这是现实的情景题 在12个数据里面 有10次跌市比升市快 做点的时候 你要看得很紧 反应就要快很多 如果持一支阴烛入市 你的盈利 Profit and Loss Ratio 已经是差了大致 可以由做得 便完全不做得 要放弃的了 正正就要例如黄金 你的底部买升 还可以慢慢等它转势速度出现 持一两支阳烛入市 价格都未必差很远 但是如果你买跌 想多一阵 去完厕所 充满量 暂时一支阴烛 P&L Ratio 立刻由原本1比4 去到1比1 所以沽空的技术含量 和反应的要求是极高的 如果你买升 都来不及take profit 买跌撞头痕 第四 沽空工具 规矩多多 投资工具是有限制的 不适用 很容易有反效果的 搅拌机 都有分手提搅拌坦 果汁机 打蛋器 各个效果都不同的 没搞清楚 不要乱用 手都斩断你 虽然现在很多工具都做到沽空买跌 例如刚才提到 向券商借股票股空 期货 期权 CFD等等 ETF都可以 不过要留意各自的规矩和成本 平时买股票升的时候 主要考虑买哪一只 什么时候买 什么钱买 但用到期权沽空的话 你要考虑行使价 到期日 四种操作框架 价内价外等等 这些细节 对一般散户来说 或者不得闲的投资者来说 其实都不容易掌握 如果你用CFD沽空股票 你就每天要给隔夜利息 持冲时间越久 你的利润就给利息慢慢蚕食 大多数沽空的工具 因为涉及高杠杆 所以最终你的收益 和正股的波动相关性 是低很多的 而透过ETF买跌 即是我们投资于逆向ETF 通常都是逆向加杠杆的 这个时候的相关系数 和你买正向甚至正向杠杆 其实背后ETF公司 营运的成本都不同的 你的价格和本身背后资产 的相关系数也都是低一点的 其实本身我都不反对沽空的 沽空这个动作本身是正常的 如果你的股票有货在手 你借沽空 这个叫对冲 正常的冲是零 升和跌是不关你的事的 但是如果你没有货 纯粹沽空 你正常的仓可以曝光去负100 甚至负200 负1000% 如果你跌的时候是赚钱 升的时候 突然间你赌徒心态发作 输的钱可以无限的 同一个工具 但是两个根本不同策略 又或者 你的仓又有房地产 调配好放在长线股票 赚少少钱做过仓 可以长短短短短一些石油 外汇也是没问题的 因为本身外汇是相对的 没有牛熊市之分 你对上升和跌的方向 时间价格是比较平均的 但是首先你要有一个胆仓 其实买股票就不用那么多花式的 只要你知道整个经济周期去到哪里 从那个经济周期 比如加息或者减息周期 高通胀或者低通胀 找对时机就出击 之后在那个版法里去选股 知道买什么 几钱买 几时买 那你就有你的投资组合了 这个投资组合的目标 当然要跑完S&P500指数 如果想学深入一点的投资 学到经济牛熊 技术分析 想知道我出入市策略 欢迎大家按以下连结 去看我这个十年财务自由的 一小时免费工作坊 一个小时大家可以了解更多了 我将这个系统告诉大家 完结的时候可以转到 十年财务自由的课程 一年里有无限重温 我再重申一次 沽空不是赚不到钱的 不过技术含量极高的 就算你有这个技术 你花的时间精神也要多很多 反应不及也会立刻扭曲了整个操作 房间有些比较有策略的做法 或者可能会提高胜算 例如专用市值被严重高股的垃圾新股 又或者业绩持续倒退股票 基本面配合到技术分析就穿了趋势线那些 沽空也是可能一个选择 不过买得跌的正常来说 也不会长矿的 始终股票长远来说 升的几率比跌高的 就算是垃圾股 你以为又容易找吗 找到它十元一毫子 当是几天的事 你又会不会刚好几天刺中它呢 大户在扫仓又会通知你呢 为什么你会知道这些消息呢 还有当你短了的时候 它一下子抬回价格 又无无重变回蝴蝶了 你沽空的话 马上就损手烂脚了 GME AMC就很好例子 刚才我说 如果你选的对象是外汇这样 因为外汇互相相对的 没有牛熊市之分 升跌的比例和时间会平均一点 你长和短是完全没问题的 不过货币或者国家传来坏消息 你短期用来做一下对冲 完全是正常操作 另外投资股票 一定要记住看着 Net Position 正常仓 如果你觉得市场不是真的想跌 是还行而已 或者你不知道它想怎样 你也可以用反向ETF 或者最好用期指 CFD锁住仓做Hedging 做到你的仓的Net Position 正常仓是近乎零了 升和跌对你整体的仓来说 是没有影响的 所以不要再看到市场想转势 就是沽爆它 希望大家都看到最后这里 因为这个问题很多人都在问我 今天一次过总结四个沽空股票 输多赢少的原因 其实用任何投资工具 最好都是跟着市场共识 顺势去做会容易赚钱很多 你们又觉得沽空为什么难度会高一些 有什么会补充呢 希望大家在留言区一起分享一下 好了,投资不是大恶的专利 下次见大家,拜拜